好不好啊 他有多想回頭 今天要問他 我有沒有問我 有沒有 都在被苟鋪到 有啊 今天要問他 有沒有問 他其實蠻好的 不要先講 而且他們可能 可能中部的人 總是特別 我覺得比較溫暖 你知道嗎 然後長也會關心說 我幫你做得好不好啊 或者是 然後所有大節日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們公司 訂產品 可能在職場會有一些應酬 然後常常上台北 會常常上台北 然後 我沒有跟他見面 但是上台北之後 他就會想要找 就是他有幾個朋友 是我還蠻喜歡 就是會約去吃飯什麼 可是當然都在拍戲 其實不管他出發年是什麼 都來說很重要 就是 因為我就沒有要 對他沒有任何的想法了 完全沒有想法 所以不管他今天是為我好 我想追我 我會對什麼 對我來說 那個雷達是切斷的 我接受不到 所以如果 如果是真的要追我 我還會覺得煩 不可能 不好意思 不可能 我沒有辦法 但是真的超高 所以我跟他 有勇氣 因為後來覺得 結婚真的好像沒有 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 但我覺得 有加分的地方 反而會失去很多 自己的可分 因為我很喜歡 多數 那我也很 比較自我對不對 那你如果有另外一半 不要說結婚 真的是男朋友 你可能就因為 跟對方在相處 然後去調節自己 很多的情意 那我覺得 我現在就 連談戀愛都懶了 我還閃婚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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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是他的人生 對不對 我們旁人 沒有資格 我們多說什麼 那我對於他的行為 我覺得他很勇敢 就會祝福他 而且我覺得他很帥 為什麼 你看喔 就是很多男女朋友分開 或者是夫妻分開的時候 互私 就是把對方說了一文不值 他完全沒有 一句話都沒說 這大致比男人還要好耶 我 所以喔 大致還蠻好的